发射和回收舰载机一定需要甲板吗 不一定 有的时候只用一根晾衣绳就行了 当然晾衣绳是个玩笑 准确点说这套奇葩的飞行起降系统 更像是一个来自于马戏团的特技表演 不信你自己看了 在起飞的时候 先将经过改装顶上带有钩子的飞机 通常是比较轻便的L5烧兵和L4草猛 用起重机给吊上来挂在这根长约600英尺 也就是180多米的缆绳上 然后开足马力 在自身螺旋桨的推动之下 沿着缆绳向前冲过去 等差不多到了尽头 也基本上就获得了起飞的初始速度 你看飞行员手上有根绳子 它这个时候一拽 上面的卡扣机关便打开了 于是飞机得以自由放飞 要是在划了这600英尺之后 速度还不够该怎么办呢 那就别放开卡扣呗 缆绳上面的制动机构 能够将飞机给拽紧了 好 其实回收也就差不多是这么干的 只不过此时需要在缆绳下方 换上这样一个较宽的 带了三个兜兜的回收网 飞机冲着它们飞过来 只要勾住其中任何一个兜兜 它都能够被兜住 然后就能在缆绳下方 慢慢的停下来了 你看跟我们常见的 舰载机起降系统 完全是反过来的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叫做 罗布迪着陆系统的玩意儿 是由美国陆军的一位上尉 詹姆斯·罗布迪设计出来的 起初要去解决的痛点呢 就是能够让陆军航空队的小型 侦察飞机在刚刚占领的 还来不及建起机场的岛屿 和丛林当中实现起降嘛 实际上 罗布迪的设计呢 还是挺管用的啊 从最初的草图开始 它经历了数次的测试和升级 也终于从陆地来到海洋上了 全方面证明了 哪怕没有跑道 没有飞行甲板 我照样能够让你开飞机 可是啊 当他开始真正在太平洋上 投入使用的时候呢 离战争的结束已经不远了 虽然战后 罗布迪继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对其进行升级和改造 但怎奈啊 直升级来了 大飞机用不上 小飞机咱直接用直升级来替代嘛 还溜这玩意儿干嘛呢 总不能争送给马戏团去吧